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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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的龙神 凶恶的地神 这一些 凶恶鬼神对我们的逆缘障碍 吃起比落 畅畅通修啊 你有很多不顺利 带着那么一点 清明观照的心 你自己就会体会 这经典所言不虚 很多人学佛修行 你看我们早期 在 台湾 早期的险教的 出家人 到 藏地 修学秘法 因为语言 文化不同 跋山涉水已经是很辛苦 那到了 藏地呢 就是为了要 能够去除 修学的障碍 要先 修护法 或者修愤怒尊 或者修愤怒尊 所以他就在当地呢 就受持了 四臂伏摸金刚手的修法 但是这里 因为这位出家众呢 就是 积资尽障 不够 就是不够 法源也不具足 所以为了 驱除魔障 修愤怒尊的修法 反而呢 自己造感魔障 造感魔障 又因为语言 文化不同 没有办法 跟藏地许多的 大德呢 好好的情意沟通 等于就是 自己越修越偏差 也不感觉有问题 也不赶快请问 还认为 可能修学过程中 有一点逆境 是对的 是正常的 继续 闷头修下去 精神病 精神分裂 后来被送回台湾 学佛修行 它不是只是 一直念经修法的 是有仪必问的 你们在座很多人 今天大家齐聚一堂 那无论是在现场 台中这里的同修 或者今天在泰国 在大陆 或者台湾各县市 到场的同修 都一样 学佛修行 有仪必问 不是只问一次啊 你今天要做一个 做一个素菜的料理 要问人家怎么做 这口味要怎么烹调 调味料要怎么增减 火候如何的控制 才会色香味俱全 一道很好的素菜的料理 才能呈现在大家面前 你有可能只问一次吗 你可能只问一次 就算教你的人 非常的积极主动 拼命的讲拼命的教 你都可能还有 该学该会而没有问到的呢 更何况 学佛修行 上师没有常常在你旁边呢 你自己再不积极主动去问 那干什么 离开看 我们今天学佛修行的人 要有点 智慧要有点开显 不要僵化修行 或者不要以为看书 我现在有视频 看视频 看光碟 它就是所有的修行 这是不可能的 听过潮山吗 现在的潮山都改了 潮山就是 大家联络游览车 对不对 开到这个寺庙的山脚下 那游览车上面少不了 播放节目啊 看个电影啊 发个饮料 吃个便当 对不对 高高兴兴的去潮山 因为听说有功德 然后这车开到这个大庙的山脚下 大家就下车 要领队啊 老弱妇孺 不方便这样拜上山的 山跪九寇上去的 就用接驳车接就可以了 不要勉强 人家拜一个昏倒了怎么办呢 所以大家就从山脚往山上拜上去 对不对 拜上去这过程中 就有很多人发心 精诚所致 感应道教 就觉得 哎呀这中间有很多的感悟 九年不能 这个 关节不能弯曲啊 在潮山拜佛的过程中啊 脚竟然能够弯了 有很多原因 有的时候真的是三宝加持 消业障 有的时候是冤亲债主 暂退一旁 都有可能的 也有就是你这人都不运动啊 不晒太阳 阴气很重 血液循环差 血液循环差 那关节啊本来就有几分病 再加上这么样失调的生活作息 变成了一个关节眼 慢性关节眼 结果你一朝山 心情一开朗 太阳一晒 一流汗 又在那边跪拜 哎呦 教好了 佛祖慈悲 只要任何的顺境啊 感恩赞叹 是我们必须培养的体性 都能够来赞叹三宝 感恩三宝 这个是必须的 而且有很多三宝 对我们的加持忽悠 是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 常常供养三宝 赞叹三宝 感恩三宝 这是我们佛弟子常常要做的 那朝山到了山顶以后呢 怎么样 大家就是上厕所洗脸漱口 入殿拜佛了 是不是 有很多人准备了供品 鲜花素果就供养在佛前 现代的朝山变成这样子了 古代的朝山是什么了 这山上有一个善知识的 有没有佛堂寺庙 不一定 为了向善知识求法 能够齐请善知识的色授 传法给你 或者回答你心中的疑难 或者在密中的修学是得到种种的 共与不共的加持 所以为了表现给善知识看 感动他 三跪九寇往这个山上去 那现在这个朝山沦为行事 另外一种形态的宗教活动 也是很热闹 法喜充满 没有善知识 学佛修行靠自己 要么你翻书 查字典 要么看光碟 可能几十年前有某一位善知识 原疾了 他当年有留下了一些 影音效果不大好的光碟 录影带 你就这样子听他那么一两次开示 算是结了法源 那录影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有没有刚好是你所需要的 可能有 那有没有是你很多人生 或者生活过程中 大大小小问题 而没有切种的 想必也很多 你有很多问题 聆听善知识的观点 有些影带一两个小时不会解决的 或者你听完又有所感悟 又有其他的问题 你要问 没人问了 没人可以问了 这样的修学佛法学要成就道业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东西说你要不要说服自己 我这样我就能近身而得到开悟解脱成就 你要不要告诉自己 你信很虚啊 你知道自己没办法的 这跟你念珠买什么材质的 买蜜辣的琥珀的 一条好几十万的黄金念珠 翡翠念珠 大颗的小颗的 首串的 一百零八颗的 这跟这没什么关系 法器 它从来就是辅助修行的 真的要去修行 这个东西 这个法器就是来帮助你 帮助你误入真谛的 误得实相的 所以同修学佛修行 你看这么多人 以我们道场来讲 很多人他不惜 本来有很好的工作 他不要 跑到台中来清净上师 有的时候我就劝你 你不用刻意来台中 为什么 学佛修行 离乡背井 佛子行三十七宋讲的 离家乡是佛子行 离家乡 种种的 亲人 还有仇怨的这些过患 这是佛子菩萨必须要去行持的 有他的 在祖师论著都有讲到 但是有的人你不必 为什么 比如你家里有 长辈 老父老母 老爷爷老奶奶 需要你照顾奉样 你不必急着离家 你一离家他们连饭都吃不好了 要去医院 都还要去拜托里长邻居来帮忙载了 你这样子的离家就有过患 实际因缘不是很成熟 再来你的离家的动机 有的人是在家 有的人是出家 我说我有很多的工作 当然都是弘法的工作 佛式道物 需要很多的发心的出家种 在家的同修 帮忙来分担 共同来完成的